井笛头是由特雷福·亨德森创作的类人生物 正如它的名字 它的头是一对井笛 以其古怪的外表 和脑袋所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而闻名 而今天这则故事改编自Creepypasta 我是一位24岁的军人 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后 我对于井笛有种无法抑制的恐惧 每个周六的晚上 在营地里我都会听到尖叫声 但是这个声音仿佛只有我能听见一般 有时我会叫醒朋友们 看看他们对声音有什么反应 但是他们什么都听不到 那些尖叫 有男有女 甚至是小孩 但是他们有种很特别的感觉 不像是直接发出来的 如果要我形容 我会说那听起来像是从警报器所发出的声音 虽然真的很怪 可是长期身在营地的我 必须学会面对它 所以我将其当成自己的想象 试图忽略掉它 不过 我想我做不到 它变得越来越频繁 每个夜晚 我都会被它吵醒 这听起来很真实 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那是幻听 或许 我该问问上集 隔天一早 我就向他禀报了这件事情 我确信那是警报的声音 但他却认为我在胡说八道 马上就将我打发离开 还派我跟其他兄弟 一起做更多练习 看来是你不够累 才有时间胡思乱想 操劳了一整天 如果那真的是幻听 那肯定不会再传来了 但是入夜后 我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不行 我再也受不了了 我必须去看看 那究竟是什么 于是我一把抓起手电筒和猎枪 溜出营地 并进入森林调查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 但当下我真的这么做了 虽然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声音却越来越大了 我确信自己正在接近他 下一秒 我走到了森林中的笔直步道上 在道路的尽头 似乎有着什么 我用手电筒指着他 而他就在那里 他长得很细长 且骨瘦如柴 全身覆盖着像木乃伊一般干瘪的肉 颜色就像生锈的金属一样 他的四肢不省比例的瘦长 而手臂的末端 是一双巨大的手 喉合脖子的位置 有一根细长的肉杆取代 上面连着两个颈笛 几根黑色的电线 缠绕在他的脖子上 进入他的上肩 且紧贴着腹部 我吓坏了 想都没想 就立刻开枪射击 子弹的痕迹很明显 甚至能看到一些血流下来 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疼痛的迹象 而是开始向我走来 瞬间 我毫不犹豫的朝相反的方向跑去 我边跑 边尖叫着 身后传来的警报器 和我的尖叫一模一样 随后 他开始播放一些其他的声音 像是龙卷风警报 或是新闻主播 描述谋杀的案件等等 在拉开一小段距离后 我再次转身射击 希望能拖慢他的脚步 这一枪射中了警笛 但恐惧并没有解除 阴质变得更加糟糕 断断续续的字句 使他唯一向人的地方消失无踪 再一次的转头奔跑后 我没有再回头 笔直的道路上看不到尽头 我仿佛在一条 名为永恒的道路上奔跑 体力 就会到达尽头了 我确切地理解到 跑在道路上虽然不会迷路 但我永远甩不掉它 于是我做了一个可能最好 也最坏的决定 离开步道并进入森林 显然这个决定是对的 怪物并没有跟着进来 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后 我看到了营地 负责战绍的人询问我 为什么那么晚还在外面 我边喘着气 边道歉 并希望他们能帮我保密 若半夜偷溜出去被抓到的话 会受到什么责罚 我完全不敢想象 但我还是向他们解释 我遇到了什么 可显然他们并不相信 只是随口答应我 不会向上禀报后 便叫我赶快回去休息 于是我躺回床上 这一觉非常安稳 我没有听到任何像是警报的声音 取而代之的是 人们最真实 最撕心裂肺的呐喊声 在天快亮的时候 我从床上爬起来 而眼前的一切 就像地狱一样 营地正在燃烧 塔罗被炸的粉碎 到处都是成堆的尸体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就是我几小时前 所看到的怪物 他在享受着杀戮 享受着人们呼救 所编织成的乐章 有些伙伴恳求我帮助他们 但下一秒 他就被怪物拎起 并撕成两半 怪物看见了我 并朝我的方向伸出了手 就像几个小时前一样 我马上转身奔跑 我只能选择逃跑 营地并不安全 所有地方都在着火 跑 我只能不断地往前跑 直到悬崖的尽头 这里没有任何遮蔽物和阴影 月光让我更清楚地 看到了怪物的样貌 但他反而因为这道光的清晰 变得更加可怕 接着 他发出了和往常不同的清脆声音 马克 你喜欢高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只希望这一切是一场梦 拜托你 不要杀我 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的我 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求饶 令我讶异的是 他就这么离开了 我无法马上收拾好心情 脑袋一片空白 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正身在满是破碎建筑的营地内 眼前是前来救援的警察和消防队 在和警方说了整起事件的经过后 他们皱了一下眉头 并丢下一句 我们会再调查的 就让我离开了 终于回到温暖的家里了 这感觉很不真实 我开始怀疑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甚至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 但在下一秒 我肯定了整起事件都不是我的幻觉 我为了呼吸新鲜空气而打开窗户 在不远处 我看到了一盏路灯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路灯上会有警笛 我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